路口的監視器 拍到擔任裸骨車的小貨車 跟後方的黑色家常型鈴車 從中心路右轉台灣大道之後 竟然逆向行駛在快車道上 兩台車一前一後 就這樣子一路逆向 而且還慢慢的開 把目前駕駛給嚇呆了 逆向喔 就是會戳一下吧 那如果它是一台鈴車呢 可能會認住一下 然後想說發生什麼事吧 鈴車的車頭 還掛著往生者的照片 雖然是大白天 但是現在正值農曆七月 駕駛還是被眼前的景象 嚇出了一身冷汗 口中不斷念著阿彌陀佛 直到兩台車 從他身邊通過之後 他才鬆了一口氣 感覺怎麼會覺得毛毛的嗎 會覺得怎麼樣 毛毛的喔 警方調查 當時鈴車可能是要前往火葬場 卻因為不熟悉路況 開到對象的車道 駕駛可能也知道自己逆向了 於是僅靠著右側 避開迎面而來的車輛 推斷它應該是不勝食物 那個 台車道 那我們警方會依據監視器畫面的 那個事實來做舉發 警方表示 逆向行駛依道路交通條例 最高可開罰1800元 還好臨車違規 沒有尿程交通事故 但是卻讓沿路募集的駕駛 在農曆七月嚇破膽 記者張品宏 王總 駕駛S軍小組台中報導 今集中心 下車道 搞定 該機子 賣 agora 我請問 請 你 子 不